那天晚上我一晚上也没睡 我在地上翻了他所有的笔记本 就是每一本的飞页上都写着服务服务再服务 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时刻都想着给老百姓解决一些民生的实际困难和实际问题 灾难来临的时候 他也是第一个冲在了前线 没水了先把自己的水拿给大家喝 就像他日记本里寄到的服务服务再服务 老旧楼房上下水改造的事情 这个楼呢二十年了 这个厨房的管道呢不通 要把这个洗菜的水什么的倒到卫生间去 我们一起呢去召开了无数次的居民会议 最终呢使得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实施 设身处地的为老百姓着想 他这种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去学习